太突飞了 又说无人机了 我们现在又在这 昨天没飞成 今天又说无人机 这啥无人机啊 两天都找不着他 有个棍 是这个吧 两个是吗 这胆太大了 这个有点 太牛逼了 一会儿又得停了 回家了 看什么玩意 一会儿天上 一会儿跌的 看看啊 哪有附近 到底发生了什么 没有 我也得去前面问 您稍微的 您稍微的啊 一会儿都 赶紧帮我摸摸摸 一起 一起 9月11日晚 天津上空 出现不明飞行物 导致天津机场 大量航班取消延误 或者被降到外地 官方声称是受无人机影响 但外界怀疑是UFO 天津边海机场发布通告称 9月11日晚19时33分 机场因无人机导致的公共安全原因 航班起降受到影响 截至晚23时 航班延误29架次 取消8架次 有32架次被降外场 3000余名旅客出行受到影响 但这则通告随即被撤回 换成了没有详细信息的通告 许多航班被降到了北京大型机场 河北石家庄 山东青岛 燕台 以及山西太原等地机场 官方称 这起突发事故 是无人机引起的 引发外界普遍质疑 当晚八十许 在中国社交平台抖音上 陆续有天津网友发布视频说 拍到神秘的不明飞行物 怀疑是UFO导致天津机场瘫痪 我们来看看一遍 我也是飞机上下来的 那不好了咯 睡你家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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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你家去好了 啊 飞机都没来 睡你家去啊 在下游了 飞机在天津 上空飞了四五分钟 最后就到大清了 ,久不清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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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